果側半型跟隨性散步是不一樣的概念 那我來示範給你們看一下 現在就是所謂的隨性散步 這個小狗呢 可以走在我們的前面 隨牠的意願去滾東西啊 甚至尿尿 我們只是用千繩呢 來暗示牠往哪個方向走就好 就叫做隨性散步 狗就走在前面隨便走 牠心思也是沒有完全注意在我們身上 那現在假設有人走過來 有小朋友怕狗的 走到一個窄的地方 我們讓狗必須乖乖的跟在我們旁邊 現在狗已經知道了要乖乖的走 是不是牠不會走在前面 牠的思想呢 立刻變成一個服從的概念 牠現在是在注意我的腳側的位置 牠的眼神呢 不時的會轉向看著我的眼鏡 在人多的地方 你看狗狗一樣的不受外界的影響 牠也是很注意在我的腳側的位置 現在把牠解除了 狗又開始隨便走 你看又走到前面 有沒有 牠馬上牠的轉換就會自動化 又開始讓牠左側半型 從正面靠過來 開始乖乖的走路 跟緊 我們一般在狗狗散步的時候是很少會用到這樣的走法 除非就是一種服從表現或是在人多的地方 狗還是必須要學會這個服從動作 我叫牠握倒 叫牠坐起來 把牠解除 現在大狼狗也一樣 大狼狗我現在用 自由隨性散步 狗狗是不是也走在前面 就是很多人在公園散步的樣子 很輕鬆 我現在呢 準備叫牠走側半型 繩子把它放掉 類似無神的狀態 在戶外的環境 這個有干擾的環境一樣 它能夠立刻的轉換出這個 跟著你 緊貼著你的走法 這是一個普通動作 它跟散步是不一樣的 繼續左側半型 一步一虛 頭就是抬頭看著你 把它解除 OK OK